蜡新闻152 152蜡新闻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5月6号的蜡新闻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韩国瑜凭什么认为他一定会当选总统呢 他真的以为他是神吗 套一句他去年所说的明星思辨 他所创造的神话现在也一个一个的在破灭当中 从在北农担任总经理的时候 他就说能捞就捞能混就混 事实上如果要说谁最懂农民的心声 恐怕韩国瑜还不及五一年的一半呢 不仅如此韩国瑜一家人贪财的嘴脸也藏不住了 不仅仅是板碎问题 就是选举的账目也都被同党同志揭穿了他的假面具 才发现原来一碗乳肉饭一瓶矿泉水 竟然要价一亿两千多万 如果不是蔡振元 你我恐怕仍然被穷困潦倒的卖菜狼给蒙在鼓里呢 而韩国瑜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蛇 让百姓幸福他 却不知在他光秃秃的头皮之下 却隐藏着可能把台湾卖给中国的心计 原来在北大念郭书的他早已经就是中共属于的接班人吗 就连三月到中联办这件事情都是事前所策划好的吗 当证据一一的摊在阳光之下 谁还相信韩国瑜真的只是去卖菜 别忘了2014年就是马政府强行要通过福茂 才导致太阳花悬运因为丢失了他们国民党的政权 清中的例子活生生的在眼前 韩国瑜还有他把握一定能够当选吗 一个连曾经帮过他帮助他有恩于他的人 都可以背叛的人 像王金平如何帮助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的 吴敦毅怎么样帮他募款呢 如今为了皇位 韩国瑜都可以翻脸像翻书一样 这样子的不顾道义的候选人 台湾人会相信吗 我们今天进一步的来深入的探索韩国瑜的假象 现场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解书培 柯姐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你桃源市议员王浩宇 柯姐好 大家好 激进党的发言人陈伯伟 大家好 谢谢 财经专家徐清皇 柯姐好 大家好 欢迎你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参选人洪梦凯 柯姐好 大家好 为各位介绍资深媒体人尚一夫 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看 韩国瑜他的卤肉饭的神话 就在他公布了选举账目之后 反而更受到各界的质疑 蔡正元的4000万的这个谜团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解释清楚啊 而且看起来好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蔡正元说道歉不是为了4000万道歉 是为了事先没有知会韩国瑜道歉 蔡正元的手上还有很多 或者是大家猜测当中的未爆弹麻 先看韩国瑜的这个选举账目 越说越不清楚的画面 高雄市长韩国瑜的4000万风波 烧出政治现金一把火 以小额木款起家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经验分享 调侃韩国瑜的竞选经费 不止台面上的数字 职务太多 火星咖啡鸟鸟刺得很多 所以后来发现 这是选举的经验 钱不要募太多 钱募太多 蚊子 蟑螂 蚂蚁什么都跑出来了 所以说韩国瑜吗 他募非多 他用的不止那些 我看就知道了 整理去年 幼都市长当选人的选举捐责收入和支出 可以看到 柯平只花了9小时就募到4000多万 但还是入不敷出差了1000多万 新北侯友宜募到1.17亿 不过支出也最多有1.36亿 桃园郑文燦募到4500万 台中如秀宴6000多万 台南黄韦哲4553万 都差了几百到一两千万 唯独韩国瑜募得1亿2914万 支出1亿1408万 选举费用还剩下1506万 虽然韩国瑜强调 八成七的经费是来自小额捐款 从党中央制党的经费只有12万 但有人当时竟然一毛钱补助也没拿到 回想起去年打桃园市长选战 完全没有拿到党半点补助 陈学胜满脸无奈 只是蓝营除了桃园陈学胜外 新北侯友宜台南高师伯 也都说没有拿到任何来自党的竞选经费 只有选台北的丁手中拿到20万 高雄的韩国瑜12万 台中市长卢秀燕补助最多有130万 130万绝大部分都是民众捐赠的 就是外线市以外的 那指定 透过国民党指定捐赠给我的 政党上在经费会比较拮 是完全没有给我个人补助 不过我倒看得蛮开的 因为选举还是我自己的事情 国民党已经被清算斗争到没有钱了嘛 所以我得要每个月都去借啊 这两年来每个月都去借钱 最多的时候借到3500万 但是我不经手 被指引给补助有落差 吴敦毅一再强调党库真的拮据 韩国瑜4000万争议 也意外扯出党内竞选经费 大小眼的差别待遇 穷困潦倒翻转人生 本来是韩国瑜的非常正面的励志的形象 他一手赤膊打天下 把高雄给政权拿回来了 很多人都认为他创造了奇迹 最后发现原来奇迹也是用钞票堆积的 他所募到的款项呢 是选举经费是1亿2914万 而且他花了1亿1000多万 换句话讲 他这场选举也是用金钱累积起来的 那浩宇 现在他的所谓的这个 乳肉饭跟矿泉水的 韩国瑜的这个神话 已经开始在年轻人的心目当中 受到了动摇吧 而且真相好像还是非常不清楚 这是他最麻烦的地方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他公布了这个戏目之后 引来了更多的问题 因为当初他说的这个 就是蔡振元说的这个4000万 没有获得任何合理的解释之外 其实只有1000多万的企业政治现金 中间的落差 到现在还说不清楚 讲不明白 那蔡振元人家问他说 你有没有道歉 他说他并没有针对这个金额道歉 所以代表说 这4000万到底有没有 大家还是不知道 那我其实觉得这件事情 对韩国瑜的伤害是极大的 年轻人当然不用说 年轻人已经完全醒来了 那什么族群 其实已经开始醒来 就是我的支持者里面的 所谓的一些比较中低阶层的民众 比如说做工的民众 有一个阿伯 他可能在工地做工 有一次他就特别做客运 然后做客运到高雄去挺韩国瑜 对那时候他还跟我吵架 说你为什么要骂韩国瑜 虽然他跟我很好 造势活动 对私下的时候他还跟我吵架 然后那时候他还捐了 2000块给韩国瑜 在那个现场 就是造势活动的时候 还捐了2000块给韩国瑜 后来他说超级失望的 这几天他遇到我 他无言 他说我家里这么辛苦 我捐给你一个有一亿多的人 你说你一瓶矿泉水 一碗卤肉饭 这根本就不符合现实 所以其实基层的这些民众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不满意的 那事实上韩国瑜在选举的过程中 他一直塑造他自己是很清廉的形象 可是过去我们了解这个家族 在云林维多利亚学校的状况 他是租了八块钱一坪的这个台塘土地 然后办了一个贵族学校 而这个贵族学校是非常高价的贵族学校 在云林那边也是学费算是非常高的 那代表说其实他们家债的收入 其实不差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其实选举我们当然可以行销 用话术来行销 但是我其实不太支持说 你用这种方式来骗基层的民众 特别是有很多 真的是社会底层的民众 他可能自己都没有钱吃饭了 可是他愿意把他的希望寄托在 韩国瑜或者你的身上 或国民党的身上 那他们当然是会失望的 那我觉得比较难过 就是说其实这些人好不容易 因为生活很困苦 他对政治稍微有点热情 可是一下短短的时间 就被你拿一个水把它泼洗了 那我是觉得蛮可惜 这是其实一个开端而已 因为他的选举经费说不清楚的 这个细节 就是在魔鬼的召唤当中 你看看他公布的这个戏幕里面 政党捐助只有12万 国民党也证实了 但是透过吴敦毅主席所介绍的 这些企业家 用什么方式捐了他多少钱 他到现在没有说 但他只是说 按照他目前的报给监察院的 选举经费的收入跟支出里面 企业界捐款1162万 大部分都不会相信 1亿2900多万的一个 韩国瑜后来声势这么高涨的情况之下 蓝营的企业家 也就是蓝营的公司捐款 才1162万对不对 这是他一个很大的 没有办法来说服大家的地方 昨天我们看到陆续的质疑有很多 美调电子报的董事长说 他还有另外几笔钱 说他在吴敦毅在韩国瑜的选举过程中 分别在台北与高雄举办了募款参会 款项分别是600万800万 而且所有款项都是 韩国瑜本人签收且有募集证人 那他说的这个话是说 是募款参会 那募款参会里面人家捐券款 然后他自己签收了带走 那在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之下 包括了很多的电视的这个政论家 他们上节目的时候 转述了好多蔡振元的说法 那其中有几个人说 他们亲眼看到蔡振元的手机里面的简讯 证明蔡振元所说的 吴敦毅有透过不同的方式 给韩国瑜企业上的这种捐款 那这样子一直滚雪球下去 韩国瑜逃得了吗 清皇好像也听到了一些相关的讯息 对不对 因为他的讯息是这样 就是说他最大的争议点 是在于4月25号的时候 蔡振元在脸书上说 这个吴敦毅有交给韩国瑜4000万 那这个4000万 当然就引起一阵渲染大波 就是4000万引起渲染大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因为本来韩国瑜说 他选举是一瓶矿泉水 一碗卤肉饭 那光是吴主席给你的 就有4000万 那这金额听看起来 显然就不是 所谓的一瓶矿泉水 一碗卤肉饭 那第二个引起争议的原因是 这个4000万 如果是吴主席给你的话 如果你记得25号前后时间点 是在他前两天的时间 也不过就是韩国瑜的五点声明 炮打权贵政治 密室协商的时候 那个意思显然就是说 人家为了你的选举 都给了你4000万 那你怎么还回过头来 这样修理他 这显然好像有一点点 那么忘恩负义的味道 在里面 所以蔡振元那个脸书 一出来之后 马上造成这两种解读的效应 这两种解读的效应 你怎么发现在政治上 你同时看到两个动作 两个动作是哪两个动作 第一个是 韩国瑜就要去解释说 他没有拿到4000万 如果有拿到他辞职 那么接下去 你就看到的是 吴主席讲什么呢 吴主席去告诉你说 这个我是有拜托 企业家朋友去捐款给他 但是我不清楚 数额有多少 我也没直接经手 还蛮狠的 然后对 然后这句话呢 其实我就讲了 他其实是有 就follow我们刚刚所讲的 脉络下来呢 他其实一方面是解释说 却有捐款歧视 但金额不清 这有待韩国瑜说明 但这另外一个就是回到 蔡振元的第二个讲的是什么 讲的就是说 吴主席其实是有帮助你的 你这样炮打他 好像是不是哪里怪怪的 那这一个脉络 就呈现出什么的 呈现出另外一个 在国民党内的矛盾在里面 什么样的矛盾在里面 因为我们所听到的 吴敦玉方面的说法是说 这个郭台铭要参选 他本来是不知道的 他是接到了之后 然后按照程序去处理 然后希望以国民党最大胜选 为考量 然后当时吴敦玉的讲法是 也是说韩国瑜选高雄市长 我们也是一路的帮忙 你看连要找他来参选高雄市 这件事情也是一副 就是他慧眼是英雄 因为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你不要以为 没有人要选高雄市 是有人要选的 他说还曾经 他们还问了一个高雄 在地的立委 问他要不要选高雄市 结果这位在地的立委 拿了一份医师证明给他 跟他说我不方便选 所以他的吴敦玉的意思是说 他们国民党内征询过 有人想选 跟另外一个不想选之后 最后他觉得韩国瑜最适合 最接高雄的 他的用词是这样 所以你想想看 只要韩国瑜选市长 让他有了机会 到后面支援他 潘恒旭这样的人 到连他的企业家人脉 都去帮忙 他的意思 钱人他都帮了 那怎么后面 你会用这个炮打 你来说我全贵密室协商 你来说我密室协商 要把你搞掉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吴敦玉针对这一件事情的 我们不管说反击也好 或是帮自己说话也好 这几天陆陆续续出来的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迹象 包括我们很熟悉的佩芬姐 在节目上说 那个四千万 当然数字不一定是四千万 但是那一笔钱 是吴敦玉的企业家 友人们 本来认为说 那个钱是要给吴敦玉选总统的 因为他想选总统很多年了 结果呢 好可怜 选总统的私房钱 也都套出来给了 这是郑伯伯讲的最大笑话 这是郑伯伯讲的 然后因为那个钱 韩国瑜选举优先 所以呢 他们帮帮把钱先出给韩国瑜 虽然这个义夫说是笑话 可是讲的让人好揪心 这个吴主席自己的私房钱 都要拿出来去接济 韩国瑜 所以当我们刚刚讲的 这一段好像是亲口听吴敦玉讲的 这我不证实 上个礼拜 这一段这一段的故事 你有没有发现到了我们所谓的吴韩会吴敦玉跟韩国瑜见面的时候呢 他不是裸爆他一下再打了他三下吗 你没有发现那个一切叫做意在不言中 但是问题是韩国瑜的神话已经开始被拆解呀 韩国瑜的人格这个毁灭战是不是已经开始由蓝营内部发动呢 到底韩国瑜得罪了谁呀 义夫 得罪了谁我也不知道 他大概也得罪很多人吧 他得罪绝对不是反对党的 也不是这个是得罪他们自己的国民党内的人吧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消息纷飞了 大家都在帮自己讲话 就好像吴敦玉上个礼拜跟人家碰面 也频频喊冤啊 一直在那边叫冤啊 频频喊冤也是说这个郭台铭是马英九啦 郝伯春啊郝龙斌他们搞出来的啊 什么17号到中堂会也偷袭啊 在党中央宣布要参选啊 他也频频喊冤嘛 当然这都是个人说个人的话啦 如果频频喊冤的话 那你为什么要配合发荣誉正方他党权去怎么样 你就跟他说他郭台铭没有党权嘛 不能参选嘛就不要配合嘛 配合了以后又跟人家说不干我的事 我觉得这种说法都让人觉得很奇怪 然后另外一件事就是说 当然啦大家质疑都有道理 我不否认啦 我都不否认质疑韩国瑜的钱有道理 我都不否认啦 但是我只想问一件事情 吴敦玉说金额我不知道 韩国瑜说我没有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问蔡正元 4000万的证据在哪里呢 蔡正元道歉啦 他为了没有知会 不是你就告诉我 证据在哪里 韩国瑜道歉 蔡正元的证据在哪里 你们都说我不相信那个韩国瑜 所以蔡正元讲的是对的咯 那蔡正元的证据在哪里 你有没有拿给我看 吴子佳说他有1400万 他的证据在哪里 有目击证据 吴子佳不是 在九合一选举的时候也被人家告嘛 讲人家什么交换利益也被告嘛 不是讲郭台铭什么马上也道歉嘛 所以你的意思是 他讲的话是真的还假的 我不知道啊 现在到底是不是国民党内有一个 灭韩小组 灭韩大作战 灭韩没有啦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点夸张 这样说啦 就是说你党内的传闻很容易让人家觉得 你们是在灭韩 为什么会这么说 就是你郭台铭出来之后 然后为什么你里面又传出来说什么 如果郭台铭选不下去 周美清出来啦等等啊 你的意思就是反正我卡你卡不住了 就是不让你还关于 我就还有下一个人给你卡 你如果卡不住 我再下一个人给你卡 那你听起来不就是很像灭韩吗 但是问题是你会相信周美清会出来选吗 不知道 我从头到尾都不相信 我从头到尾都不相信 我们党内有很多人听到视为笑话 就是说周美清这个是把他当作一个笑话在听 刚才说吴敦毅那个私房钱要选总统的也不是真的 我们郑配分是资深的媒体人 而且他跟国民党的这个核心人事关系非常好 私房钱什么时候给 韩国瑜那时候四媒起来的时候 韩国瑜宣布参选的时候是六月 那时候真的私房钱就给了吗 就给了吴敦毅私房钱说你要选总统吗 九合一如果大败没有赢 他位置都不保了还选总统 我觉得这种推估不是个笑话吗 吴敦毅准备选总统30年不是吗 选总统准备30年 我准备当爸爸40年 你这爸爸做得很好 我觉得这不是 这不是这样很无聊的事吗 说你我准备选总统30年 如果推估的话 他在当议员的时候 台北市议员就准备要选总统 那我问你吗 那这一波就是韩国瑜他在去美国之前 他好像要征召他的那个氛围已经很强了 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所谓4月5号 那天真的是关键日吗 那应该是他原先跟吴敦毅主席约好 4月5号要见面 那说他那天跟吴主席取消了 又来台北去跟那个一个媒体的大亨见面 还有两拖不止一拖 我只知道一拖 另外一拖是跟谁啊 那中间就得罪了吴主席 因为他讲了吴主席的坏话 是正在讲的 我们看看当局者 这个洪孟凯 你们这个蓝营的这一出戏 到底是怎么回事 蓝营内部有灭韩小组吗 有灭韩大战吗 从头到尾没有 从头到尾也没有这个大战 那从上个礼拜三吴韩会之后 我觉得就是柳暗花明 水落石出波云见日了 所以其实大家当然我们就说 从郭台铭参选 因为他是我们的这个资深党员嘛 他绝对有参选资格 但是从这个他参选之后 好像大家觉得是说 这个世界很快一样 他什么时候变资深党员了 他资深党员 他从以前就是资深党员 他2000年有重新登记吗 党员有重登记吗 他以前到现在都是党员 他党员有重登记吗 你跟我讲 他是失联党员 党员从登记以后才有失联党员 党员没登记钱叫不是党员 你们不要在那边硬拗 他妈妈有借钱给他失联 没关系 我觉得他容易做 都不用他妈妈来当党员就好了 迪伯哥现在这都不用讨论 重点在于是说 不是你们不用在那边硬拗 没有硬拗嘛 我意思是说 重点在于是说 从郭台铭他宣布说要参选 到现在韩国瑜也被动式的 就是来接受这个民调 一起放入这个特别办法 其实我们很强调一点 就2020我们就选出一个最强的 所以从头到尾不要说什么 卡谁灭谁党谁 没有 其实国民党很认真的知道说 这一局我们如果分团结都不一定 胜选更况是分裂 可是本来韩国瑜是很强 而他是一只独秀 现在还是很强 现在他的钱的问题 他的家人的那个版税的问题 还有他个人的市政的政绩的问题 跟他跟党内关系的问题 他把那个党分成权贵跟庶民的这种戒指战争 丢出刚刚扣姐讲的那些问题的 都是你们国民党的 应该这么讲两个部分了 第一蔡振元他也其实也已经澄清了 他道歉了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 他道歉是针对说没有事先告知道歉 有些人会觉得是说 他是针对这件事情道歉 不管怎么样蔡振元道歉了 吴敦宜的讲法也没有错 其实没有错 可是四千万之谜还是没有解决 蔡振元讲完道歉之后的百姓不万讲 那不是蔡振元应该拿出四千万的证据吗 所以说蔡振元也讲了 他其实没有证据 大家就说蔡振元讲的一定对吗 那蔡振元的证据在哪里 没有错 你有看过拿几些认 我非常认可 一夫各的讲法 就是说蔡振元其实他也讲了 那韩国瑜为什么要饶过蔡振元呢 韩国瑜的清廉这么重要 韩国瑜就应该清除 你提什么道歉就解决了吗 今天如果我说 刑委人你贪污四千万 然后大家质疑的不是我是质疑他 你有没有贪这对吗 我觉得这就是答案 你们不是应该反对吗 我们用证据吗 没错 你刚才敢的误误说 大家听不到清楚 蔡振元放开 我们党都没有去问蔡振元 对 所以说蔡振元 好 我们的问题是 郭振元就接受了 韩国瑜这个人 他的这个对各界对他的批评 他其实都是非常的直接的 非常愤怒的回应 那蔡振元的四千万 蔡振元只是说 他说叫他道歉 否则以后不要做朋友 蔡振元就轻描淡写说 我为没有事先告知你道歉 他并没有说 我为那四千万 说你拿了四千万道歉 韩国瑜为什么要轻轻饶过他 韩国瑜轻轻饶过他 会不会就是有 说不出的苦衷 完全没有 其实扣姐很简单的道理 上个上个礼拜韩国瑜他的记者会 马上开了之后 就说蔡振元欠他一个道歉 蔡振元自己也在受访的时候 讲过说 他没有确切证据 但是他是听人家讲的 所以说他没有办法 拿出四千万这个证据 其实就很明朗了 第一蔡振元 他没有做到一个查证的动作 他可能他有听到别人 跟他讲说 古年九合一参业的时候 有跟人赞助 还是什么的报纷 但是蔡振元没有确切证据 这个是真相 吴敦毅主席 有没有介绍朋友 给韩国瑜市长 确实有 有把人脉给介绍 但是吴敦毅主席也没有了解说 这中间他们到处谈 或者说这个企业组 到底是用捐赠赞助 或什么方式 来跟韩国瑜 好啊 那韩国瑜开个记者会 你说清楚 吴敦毅主席介绍的企业界人 是捐了多少钱给你吗 政治现金多少 难道就是1162万里面的吗 所以说寇姐 我要跟你报告 在韩国瑜去年九会 其实任何政治人物都一样 包括我们今天在场 也有议员嘛 从去年九一选举 我们的政治现金法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表示 选举完三个月内 你要报监察院 所以今年的2月24号 以前我相信 韩国瑜市长也好 我们六都市长 或是我们在座每一个议员 也都已经报了监察院 监察院有半年的输审期 所以到今年的8月24号 他会主动公布 8月是一个好运势 因为那时候 距离总统选举更近了 所以说 如果说 那时候大家有任何问题 如果你会觉得是说 韩国瑜在上周公布的 这个政治现金 一亿多 一亿快三千万 一亿快三千万 你如果说跟今年八月调查出来 监察院出来的 数目不符合的话 你可以質疑 他就要面临很大的危机 对但是另外一点 我要先说明的是说 韩国瑜一亿三千万难道多吗 抱歉 在这一次的矿泉水跟乳肉饭 战争来讲 一亿三千万 其实是非常拮据用法 我们就别的不要比 比二零一四年 柯文哲号称白色力量 他那个时候讲的 够白色力量 那时候讲的够清廉 够崇高吧 结果到最后 他报出来 二零一四年 柯文哲使用了 一亿三千八百多万 他募款 一亿三千八百多万 而支出更高达 一亿四千多万 所以换句话讲 是说如果这样相比照 尤其你要知道 高雄市的土地面积 跟整个这样浮原辽阔 是整个台北市首善之都的 十倍之大 所以你讲的不是没有道理 可是梦凯 花费已经是非常拮据了 但是韩国瑜所行诉的 这个形象 是他靠他自己 一个人打天下嘛 赤膊两手空空 然后靠着我 所以有87%的小额捐款 靠着韩国瑜的韩流 我激发的选票 那感觉上 他不是用钞票累积 最后发现后面 还是用钞票累积 所以这是他的最大的问题 那要请教一下 就是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选举 如果韩国瑜真的 他所有的选举 都是小额募款 然后他很快的 把账目比对 交代给大家的话 我觉得大家不会 有那么多的质疑 可是现在他的问题 出在蔡振元的四千万 正配分的所谓的 这个吴敦毅的 选总统的这个 私房的基金 或者是其他人所说的 蔡振元说 他听说等等 解释不清楚之外 最严重的还是选举中的案盘 没错 这个才是韩国瑜的定时炸弹 这个案盘就是像这种 就是说在台北跟高雄的 募款参会 款项分别是六百万八百万 而且所有款项 皆是韩国瑜本人签收 有募集证人 这个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在两场参会里面 那一场收了六百万 一场收了八百万 那说不定现场的人 也是按照法令规定 个人十万 然后公司是一百万嘛 那可是这种案盘的东西 有没有进入政治现金 这种案盘就已经超过了 一千一百六十二万 没错 那这个一千四百万 超过一千 这个一百六十二万的 前面的那个 韩国瑜所说的企业捐款 因为他的小额捐款 他说平均是四千块嘛 对不对 小额捐款 也赚百分之八十七 有两万多笔嘛 那就是平均一个人四千块 透解不信 我一定要先补充 韩国瑜讲说 爱与包容是有限度的 所以说他绝对不希望说 任何人拿没有证据 真凭实据 就不时的抹黑 这个是美丽导电子报 董事长吴子佳 他在节目中说了之后 他昨天继续说 还这个说他有这个目击证人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一千六百万 一千四百万 六百万加八百万 跟这个一千一百六十二万 就说不清楚 这件事情就会永远的缠绕着他 阴魂不散 韩国瑜光是这件事情 他就要面临很大很大的检验 如果就像刚刚孟凯讲的 这个韩国瑜有讲说 爱与包容其实是有限度的 所以如果吴子佳刚刚指出的这个八百万跟六百万不是事实的话 韩国瑜应该要马上提告啊 因为他这个不确六百跟八百绝对不是六百万跟八百万不是六百块跟八百块 他绝对是属于大额捐款 如果吴子佳讲的不是事实 韩国瑜的爱跟包容有限 他早就应该要马上立即提告啦 另外还有包含蔡振元的四千万的这件事情 如果不是属实 为什么就轻轻放下 国民党为什么整个党轻轻放下 如果韩国瑜是国民党所谓的最强候选人 他的荣誉 他的名誉 他的清白 应该是国民党局党上下要一起捍卫他的 为什么这一件事情 就这么轻轻放下 蔡振元就说 对不起 我没有事先告诉你 但对于四千万到底有没有 也没有人再去追究他 这就变得非常非常奇怪 而且韩国瑜为什么这一件事情 大家会那么在意 就是刚刚扣姐一直讲的 韩国瑜一直让人家醒术 就是说他这一场总统 他这一场市长的选举 没花多少钱 而且他很辛苦 很基层 面对整个国民 面对整个民进党局党的押近 他很辛苦 他没有钱 没有人 所以选得很辛苦 但后来不是 他这一次的募款 其实是六都仪 六都的候选人里面 其实是第一名 第一名的 没有啦 比侯友宜 侯友宜 没有啊 侯友宜这个 花的比他多 可是侯友宜的募款 花的比他少 拿的比他多 你看侯友宜是募了一亿一千七百万嘛 然后花了一亿三千多万 还透支 他是募了一亿两千多万 然后我们这个两千块一亿三千万 花了一亿一千四百零八万 所以韩国瑜不是最辛苦的 他不是选举经费最拮据的 资源最少的一个人 但他整个选举的过程 让人家觉得说 很辛苦 而且他非常的清白 他对于前这件事情 非常的自制 但后来都不是嘛 那这件事情 为什么被引爆出来 其实跟版税很关 关系非常大 跟黄光琴的那个一百二十万 其实李佳芬到最后 还是讲不清楚 他到底跟这个出版社 到底拿了多少钱 他有没有打电话给出版社 去掉他所有的版税 他到现在还是讲不清楚 可是他任由所有的韩粉 去泡打黄光琴 对 这才是让黄光琴很生气的 而且后来其实大家也才发现 韩国瑜在这个担任 北农总经理的时候 他曾经带整个北农 出国去考察 结果出去考察的时候 除了北农的这些官员 这些员工 他的经费是由北农出的之外 其实人家的眷属 大部分的只要攜带眷属 都是他们自己出钱 但只有李佳芬的五万块 是10元的 是北农出的 是北农出的 那到现在也讲不清楚啊 所以韩国瑜一直讲说 他做这个事情啊 账目啊 清清楚楚什么什么的 可是他就是上下棋手啊 他就是上下棋手啊 为什么这件事情 对韩国瑜的伤害这么大 就像柯文哲一样 就因为他们过去都把这件事情 拿成他们的一个奖状 标榜成一穷二白 非常清白 非常的清廉 人家选举花大钱 我都不花钱 都没有 结果后来发现 他们不止就是 他们还蛮在意钱的 我觉得这个 的嘴脸是比较 反差是很大 而且伤害性很大的 就是李佳芬 刚才舒培讲了说 过去他在北农总经理任内 他的太太跟他一起出访 还曾经北农付过钱 那现在因为他做高雄市长的时候 他的出国都宣称 他是太太自己付钱 可是这个版税这个问题 就是说版税一开始 在书一出的时候 这个作者就已经说 当时我记得作者第一时间 写了一篇这个声明的时候 就说 这个李佳芬他们 有版税是要捐作公益的 就是换句话讲 还没有领钱的时候 就已经答应是捐作公益 后来才发现 原来不是如此 那这个黄光琴他的这本书 因为卖了三万本 凭良心讲了 这个以韩国瑜的声势 卖三万本实在是蛮少的 所以这个中间韩国瑜的 对韩粉的吸引力 从著作上来看 在市场上来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他就说 他到底有领多少钱 那本来这个作者是说 150万版税都拿走了 而且他说他要求21%的版税 强人所难 然后时报出版做出让步 给予16%的版税 那到底拿了多少钱呢 一开始的时候潘映旭是说 要去问出版社 有门离那么多 他原来是讲150万 那后来李佳芬没办法了 就出来这个对外说明说 我没有拿那么多钱 只是第一批领了90万 给了20万给作者 所以呢 十拿70多万 未来用于高雄的公益 那这件事情已经炒了好多天了 到现在不知道 这个公益钱怎样 那接下来还有多少钱呢 还有的就是据说 这个作者说 李佳芬都已经知道 这个要跟出版社结账 另外还有大概60万 也就是总共还有150万 更严重的是 他把电子党拿走 就是把人家的作者 原来的电子党拿走 要去出海外版权 那海外版权呢 最大的市场是简体字版权 那个简体字版权 那才是一个 这个在版税收入上面 是可以预期是非常非常的丰厚的 那这件事情 说不清楚讲不明白 也就罢了一堆韩粉 去骂人家是骗钱啊 挣饭啊 沾光啊 还要去对人家的孩子不利 那也就这个 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之后呢 原来韩家的一家人 不是苦民出生 也不是基层出生 不是庶民 他不是一毛钱都没有 他们家的这个 维多利亚的学校 刚才说了 这个昊宇说了 他的这个租的这个地 一平租金 每个月只要八块钱 这个是在他选举的时候 曾经被提出过 可是那时候选举的时候 韩流已经形成了 像这种检验 就比较不容易登上这个媒体啊 那这个 台塘租给其他学校的费用 都是一样的 这是韩国瑜 当时说的 那租金是公告地价的百分之十 加上政府鼓励地方新学租金打 八点二五折 所以近年的这个 年租金是一百七十二万多 这所学校是很贵的 一个所贵族学校 然后呢 还有人说 这个其实韩国瑜自己的小孩 也都到国外去念书 那换句话说 他们所做的事情跟权贵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是你自己打成自己是这个平民 是庶民 跟这个基层这个夜市啦 这个一般的这个市民们走在一起 结果你过的生活 你自己的家族 还有你的这个财富是权贵 你凭什么骂人家是权贵密室协商 这恐怕也是蓝营里面那些权贵很生气的地方 你跟我们也差不了多少 他是特权 对不对 所以后来他特权 这个土地不要这样讲 你们陈其迈的总指挥余政县高院租的 跟台湾租的土地比这个还大 好这些特权都要一一检验 你们为什么都不讲呢 对这些都要一一检验 因为他们都是一相同的办法租的嘛 何必去这样讲 这也要检验啦 那这些也是受到大家这个来挑战的地方嘛 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没有受到这个社会资源所支持的人嘛 他不是就是一路都是十几年失业 然后没有工作没有人照顾 实情不是如此 而且给他北农总经理这个位子的人 是那个权贵的后代 是那个当过台北市长的好龙斌 所以请教柏维 当他的这个神话的这种形象开始破灭的时候 他会在蓝营里面形成什么样的状况 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总候选人了 郭台铭也是总候选人了 国民党里面还有朱立伦王金平 他们这种互相的这种挑战跟互相的检验 也是韩国瑜现在必须面临的非常严格的一件 这个险峻的现象呢 我想要从这个中国对台的资讯战的角度来切入 因为这个俄罗斯之前在对美国对乌克兰在做资讯战的时候 他的目的是挑起族群对立 以美国来讲他们黑人问题来举例 俄罗斯进去的网军 他是先操作我支持黑人 然后在同时操作我反对我歧视黑人 那他操作的比例跟实际上扩散的比例大概是一比七八左右 就是说我一个网军进去会有七八个真实的人受到影响 那他这件事情为什么要拿出来讲 就是说中国在对台的战略上也是这样 他对民进党他也去做分化 他当然对国民党他也是做分化 这一次从总统候选人提出来 看到各个两党初选里面的内容 这个看得出来说他们不断的去制造 在台湾的舆论上包含独派非独派中华民国派 那在国民党这边呢可能会有我不确定是精英阶级吗 还是很有钱的郭台铭跟看起来比较平民 看起来的韩国瑜 那我还是希望从市政角度切回来 就是说他为了要证明说我有一个当市长的格跟本事 他一直不断的试图要去制造很多话题 他从初选从国民党党内初选的时候 就说我要盖爱情摩天轮 那个时候我就质疑说那你干脆 那个东西就盖不出来 不然的话你干脆宣称你要盖爱情太空站 前几天他真的就说他要成为宇宙最强的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有脉络的 那他一直在市政上发现说高雄市的市政 正常的市政讨论是什么 我们今天要决定这条路要开 是要盖捷运还是要开马路 盖天桥还是盖这个地下道 这个是正向的讨论 那他的做法是韩国瑜上任 会变成说我全部都不做 我的桥也不拆 我捷运也不动 那他正常的国家不是这样 正常国家是有这个东西要做 是你要做左手边这个还是右手边那个 他是两手都收起来我不做 然后他在市政上没有办法 获得高雄市民的一个很利己有效的住俠的时候 强效强效的这个药 他就转往国外 他说他去卖农产品 我们也很多次提到说高雄的农产品 其实是占这个GDP大概只有到5% 那从事的人从事的从业人口大概只有5%而已 他并不是高雄最主要的 你一直在利用这些坦白讲相对智慧末节的东西 去做新闻的时候 他有媒体曝光度啊 他有媒体对他的造神的这个平台啊 某种程度跟柯文哲当时在红的时候 一样是全国都红 然后当地的人不知道他在红什么 不过柯文哲看起来还比较这个努力一点 韩国瑜还加上会请假的问题 重点是高雄人慢慢会发现说 你说你是劳工接警 你为劳工作什么 你说你想要解决空气污染 那你空气污染到底解决了什么 你想要解决大林埔的千村 结果你是到处去睡 这些东西累积起来 会造成高雄人对这件事情的问号 你来自高雄 我们先看你们曾经整理过一个 就是说他的这个证件完全的拔蜡票没有兑现 现在看起来确实是如此嘛 那就全部都是美妙的 而且这个漫天幻想的口号 那包括了不惜代价争取迪士尼 那结果后来他又说不是想盖就盖 挑票了 阿诺到高雄演讲 今年不会实现根本就没这回事 就也一语带过 爱情摩天轮实证报告没有列进去 那也跳票了 高雄的赛马场不宜贸然实施 那结果还一本正经 跟这个赛马的人士还见过面 到澳门的时候 还说拜会过相关人士 那也说不清楚 F1赛车场 赛车需要波音747运送 高雄机场太小 跳票了 太平岛挖石油 有主权问题 这案子动不了 这些都是在他上任之前 这个非常的 这个就是三寸不烂之舌 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候选人的证件 那结果到现在为止 他就任了大概一百多天了 对不对 130天了 发现全部都没有 那他有做什么其他的 跟高雄市政有关的事吗 博伟我想从这个高雄市民的角度 他的工 他像我最近常听蓝颖的在说 他们高雄人感觉不一样 因为路变平 结果路平的这个工程经费 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去年 8月下道理之后 就开始陆陆续续变 那我想从 路平的他不是说 他有个很棒的那个 李思川在帮他做这个路平计划吗 帮他实施路平 事实上 那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 前候选人 一个叫黄俊英先生 他有讲过这个历史 这个所有的政绩都是历史 每一个人物这个继承下来的 不会有单独是谁的问题 谁的问题 谁的好或谁的坏 所以韩国瑜现在某种程度 在这四个月里面 一直把这个功劳都收割在国民党身上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我想要从 不会啊 这很证明的就是 因为过去12年 陈局每年编预算 但是执行的人 就没有办法让高雄民众有感觉 所以你刚刚讲非常好啊 就说高雄市民最近感觉到 就路变平了 预算是陈局 时代编的没有错 但是执行者不同了 马上高雄人就有感了 所以感谢您在我们辣新聞裡面 讲出一句实在话 让高雄市的这个心声 在地的心声 最有趣的事情就是 在讲一些谎话 跟北蔡的时候 我继承了所有的 你刚刚讲 我路给填平了 这样不对吗 我继承了各种空洞 你刚刚讲说 最近高雄民众觉得路变平了 那我只是讲是说 我刚刚讲说 蓝营的民众 蓝营的民众 蓝营的民众觉得路变平了 不要再做被贾新闻影响 贾政逊影响的时候 还沾沾自起 最重要的当然还是 他要有这个非常积极的建树 所以很多人说 他在如果说 他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话 那到总统选举之前 高雄可能会面对雨季 所带来的水灾的威胁 或是其他的天然灾害上的挑战 那不管怎样 他的在高雄市政府裡面 他很多的人事还没有确定 这也是事实啊 那比方说 像这个消防局 文化局跟毒品防治局的首长 现在都还是副局长们来代理咯 那行政院院会呢 苏贞昌院长已经电他了 说他都没有到 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而且还有人说他积压公文 那说这是网友报的 说高雄市政府一团乱 许多市长才能绝合的公文 积压在市长市 市政会议大多由李四川副市长来主持 但是他出国很勤 二月出访新加坡 三月出访港澳深圳厦门 四月出访旧金山 然后还到哈佛大学去演讲 可是他在他的人事上面的任命 这几个首长们都没有找到 合适的人选的同时呢 他却用了一个加成 那造成了极大的批判 而这个批判很多人说 你们当年说人家 吴英宁是高级实习生 那这个陈建腾 也就是李嘉芬时代的助理 难道不是高雄版的高级实习生吗 一个月有15万的薪水 我们看韩国瑜是怎么说的 他说要给年轻人机会 那很多年轻人会说 我也是苦毒的年轻人啊 我可不可以来参与 变成陈建腾这样的一个职位的 职长人呢 我在饭店当警卫的时候 那个老板姓刘在台北 我是不是刘老板的家乘 当然不是 因为我是半工半读 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庭推荐的人事案 陈建腾任职高雄港区土地开发公司的 总经理反驳嘉诚一说 韩国瑜说自己年轻苦过来 陈建腾也是一路苦毒做苦工出身 他担任过李嘉芬的秘书兼驾驶 也在学校总务组任职 北农营业课的副课长 现在要任职高雄港区土地开发公司的总经理 一路跟随韩国瑜夫妇 他背后非常一个庞大的开发利益 李嘉芬的弟弟 他所负责的家公司就是跟土开有相关 绿营议员质疑韩国瑜推荐陈建腾 恐怕没有这么单纯 因为李嘉芬家族相关事业 就和土地开发有关系 而陈建腾毕业于云林环球科技大学气管系 老家在云林老父亲也出面 强调儿子清廉没有问题 韩国瑜再次力挺自己人 也驳斥加成变高官 只是陈建腾的历练就是一路跟随韩国瑜夫妇 而韩国瑜说他苦毒出身 但苦毒之人社会上比比皆是 恐怕难以服众 韩国瑜力推的人事案恐怕会继续延烧 像韩国瑜这样的一个 几乎以半宿人的身份 因为他已经十几年都不在政坛的核心 他出来选上了高雄市长 然后赢了这么多票 创立了一个台湾政治地方发展史上的一个 几乎可以说是传奇之后 其实很多人是希望他有不一样的作为 那他说要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陈建腾苦疼 苦毒出身 可是这个没有说服力的 因为满街都是苦毒出身的人 其实要请教浩宇的是 本来大家以为韩国瑜当选市长 之后他会有一个超越传统的市长的作为 比方像这个位置 土地开发的公司的位置 他如果用网路争取提名 或者是从年轻人里面到校园里面去征选 或是用更透明的方式来处理 大家会觉得比较像韩国瑜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件事情 一直说不清楚讲不明白 然后越讲就越糊 越糊就越奇怪 然后还有点硬拗 不肯收回臣命 不肯对他所做的这个错误决定 来道歉 或者是做修正 他这样继续下去 对他来讲 对他的政治跟他的这个领导 甚至于对他的公众形象来讲 应该不是正面的 你看他为什么会这么的坚持 寇姐我现在先帮吴依宁讲个公道话 你知不知道像去年 如果什么蔬菜价格崩盘 大家都骂谁 都骂吴依宁嘛 什么蔬菜价格啊 什么什么价格 只要一崩盘 都是吴依宁的错 可是今年 呃当巴勒价格 或者像凤梨价格 有遇到危机的时候 你知道北农董事长叫什么名字吗 嗯 北农总经理叫什么名字吗 大家都不知道啊 因为这个已经不是一个讨论的issue 所以他基本上去年 其实他就是被政治斗争 就是要把那个位置斗下来 那我认为这个政治斗争 不见得跟柯文哲没有关系 我认为柯文哲也参与了这个政治斗争 这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觉得 韩国瑜非常的自己的做法 非常的矛盾 因为他在选举的时候 其实他就被逗下来之后 他就拿这个题材一直在攻击吴依宁嘛 吴依宁是高薪实习生嘛 对不对 然后不太不太有这个经验 可是吴依宁是一个农业作家 他了解农业啊 那你今天请的这个人是谁 你今天请的这个人 他除了当你们家的助理之外 他有没有相关的一个投资的经验 土地开发的经验等等 几乎是没有嘛 那这样的人 他适不适合去当一个月薪十五万的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呢 不适合嘛 总经理不适合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自己是自相矛盾的 那我是觉得其实韩国瑜这个人从头到尾 他做事情其实矛盾的地方不只是这个啊 他有非常非常多矛盾的地方啊 从选举的时候说是说花很少钱 然后后来便发现花很多钱 或是说比如说他这次出国 他带着他太太两个人一起做商务舱 市长做商务舱没有关系 可是如果你是庶民的话 庶民会花十几万做一个商务舱到美国去吗 如果像我们去美国 我自己都是花两万多做经济舱就好了 怎么会做十几万商务舱 而且他要前一天去 市长出访的时候是做什么商务 但他带着太太也做商务舱 您就直接讲嘛 你要用一样的标准 其实我觉得浩宇 这就是为反对而反对 那郑文杉从来就没有说我是庶民 我花很少钱 我很穷啊 我觉得没有办法 你当你装作你自己是一个很穷的人 告诉全台湾的穷人说 我跟你站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要一起一起来 我们一起要来改变台湾的时候 你营造的形象就是这样啊 完全的口水 为什么其他的市长花多少钱 不会有人去说他 包含侯友宜 他花更多啊 因为侯友宜 因为侯友宜 从来没有在那边说什么 滷肉饭嘛 是碰钱水嘛 郑文杉的选举花的钱不多 非常少啊 但是郑文杉 你要看是郑文杉 他毕竟他是连任 他的行政支援 花了4900万 有了 更多的这些行政支援 都是用他自己 桃园市政府的一个广告 行销嘛 你不要说你自己很节俭 你不要说你自己 你是从基层出身 你不要说你自己是中年失业 然后不用特权 我觉得我们要的只是这个 同样你说的 做商务仓是特权 要一套标准 我们现在检釋韩国瑜 也是这一套标准 当初韩蓝营在检釋 吴英宁的时候 怎么讲他 你没有任何的专业 你为什么可以去当总经理 对 那请问陈建腾 他的学经理背景 有哪一点可以去 他刚土开的总经理 他过去在韩国瑜 当北农总经理的时候 他一样在北农任高官 一样 韩国瑜在当北农总经理的时候 他就有农业专业 韩国瑜当高雄市长的时候 他就有土开专业 这么厉害 所有的年轻人也都可以 为什么不行 对不对 所以大家在看到 陈建腾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知道PTT 大家怎么讲吗 如果以我的年纪 如果以我的经历 陈建腾可以 为什么我不行 所以他说他是 韩国瑜说 他自己是卖菜出身 还做过捆工 因为要卖菜 而且还当过 他还背过瓦斯 这个等等 送过瓦斯 那他自己的这个经验 苦出来了 他说要给陈建腾一个机会 难道没有任何的说服力吗 我认为这样子 很多的政治职位 其实都是政治任命 你要说他是仇庸也好 你要说他就是市长 要用自己可以信任的人也好 但他确实 就像韩国瑜讲的 他做的好不好 一定要接受我 我一定要被接受警示 对啊 干嘛纠缠不休咧 对 但你对吴英宁的时候 你们整个韩营 从上到下 是怎么样对吴英宁的 那你们现在又怎么样帮陈建腾去辩护的 我就要讲这一点就好了 吴英宁上任之后 陈建腾还有包含韩国瑜的司机 吴启全 还有现在在高雄 轮船公司的董事长黄文才 全部都在北农任高官 韩国瑜都用自己的人去在北农里面当高官 吴英宁上任之后 把这些所有的人民任用制度 有一个升迁的标准出来 结果吴英宁为什么被政治斗争 除了柯文哲配合之外 就是因为他动到这些人 所以他又开始被修理啊 修理说他是一个什么 250万的高级实习生啊 什么都不懂啊 然后他稳定菜价这些事情 大家都不在意了 我刚才这个舒培也讲到了 就是过去在北农的时候呢 韩国瑜的佣人 因为他在高雄市长用了自己的加成啊 就用了自己的这个亲信之后 才发现原来他当北农总经理的时候 就已经把李嘉芬他的夫人 跟他自己的这个相关的这种亲近的人士 就也带到了北农去了 那当然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鸡犬升天嘛 这个如果有人这个做官 但是不管怎样 刚才可能浩宇讲到的一个 比较清楚的对比啦 就是因为韩国瑜一直觉得自己是庶民嘛 那庶民就是经济舱嘛 那应该这个意思 就是说权贵他自己 他自己出来 想要把自己的总统的选举的门票 抢回来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他已经被郭台铭抢走了嘛 对不对 那他想抢回来的时候 他打出来的这场仗是权贵跟庶民的分别啦 所以他把他自己列入庶民的时候 那他就要看一看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不是权贵啊 真的是不是非特权啊 对不对 你是不是要补充 对我是觉得这个这个 你说你说为什么我们针对韩国瑜 因为他是拿这个做行销宣传 一直说我是庶民啊 我跟基层站在一起啊 可是基层人就不是这样子 过的生活就不是这样子啊 一般路边的菜饭就没有那个维多利亚学校 可以收那么多学费啊 李嘉芬以前是议员耶 在那边云林要选上一席议员要花多少钱 你们家族全部都是所谓的权贵嘛 所以其实韩国瑜本身就是权贵 你自己是权贵 你把自己包装成庶民 就跟大家说我很穷 我没有钱 只要选上是权贵啊 所以我觉得 抱歉 我自己回应一下 我是选上就是权贵 不是这个道理 今天如果他现在 我先请教你 为什么在云林选上议员叫权贵 在台北选上议员不叫权贵 在桃園选上议员不叫权贵 他在党内 他自己先开启了一个权贵 跟庶民的战争啦 就是说这个手榴弹 是他自己扔的 对不对 那他自己扔到了兰茵里面 所以引发了所谓被暗示的权贵啊 或者是密室协商者的反弹嘛 就是他自己所造成的 他这样做 那当然这个孟凯他就会容易被检验 郭姐 我觉得这样子啦 如果说你要戴一个有睡眼镜的话 你今天可以挑他任何的毛病 今天如果韩国瑜他搭的是经济舱 可能又有话讲 啊 你看 演技 这个高雄市长出去 有什么做经济舱 因为大家之前就骂什么 骂克文哲就这样子嘛 所以说不要拿这种双重标准 今天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这个让选民来判断啦 那我同意 就是说浩宇讲出来了 这个庶民的市长 他出国 跟他的夫人做的是商务商 我没有意见啦 就是看大家对他认不认同 人事任命这部分 韩国瑜市长 他当这个直辖市长 他就有人命任用权 我同意的是高雄市议会 可以针对之后 这一个总经理 或是说任何他分配的职务 你可以用议会来质询他 他今天 他的做都还没有做的时候 你用这样子的无限上钢标准 就怀疑他的人格 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那当然 吴英玲之前 为什么会被人家怀疑 并不是一开始 他被任命的时候 马上就被抨击 而是他上任三个月之后 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 在议会被炮轰 所以说这个东西 人物报表看不懂这件事情 是国民党的恶意操作 我把他讲完 所以你到现在还在讲这个 就会让人家觉得 你是两套标准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说 对比过去高雄市 陈菊他任命什么 那任命赵家宝 现在是一个贪污犯 所以你如果说你要讲 是说这个什么人事任命的话 我觉得是真的不用这一套 大家送同标准 那最后我讲是说 如果你认为说他没有这个专业 你就会质疑说他不适合做这个位置 那我们请教嘛 中选会的主委现在是李静 现在要任命李静勇 徐国勇是内政部部长 顾立雄是现在金管会主委 他们过去的资历 跟现在他们担任职务 难道有一定的相关吗 所以某程度上 你讲的很对 这些事情都要接受检验 我认为就是说 韩国瑜要被人家来检验 但是大家不要 所以我们来看 韩国瑜的陈建腾这个人事任命 由将来大家对于这个案子的发展 由选民来对韩国瑜的形象 做加分或是减分 可是韩国瑜他在党内 一方面他批评人家是权贵 结果他自己跑去跟吴敦毅主席 上周中常会去密会 密会完了之后扭扭捏捏说自己不能选 但是你们要把我放进去 我也尊重 那这种作为究竟是不是一个正大光明的 值得选民给认同的一个总统候选人呢 这个就是将来的民主道路里面的检验了 可是在党内里面 目前看起来很多人认为 他是踩着兄弟往上爬 不念旧恩 只顾皇位 而且是恩将仇报 那第一恩将仇报的人呢 当然这个是王金平 王金平替他三身造势 成功让他当选高雄市长 现在党内初选制度不明 他不顾王金平 而且好像也对王金平 在过年的时候有一个聚会之后 就比较不太来往 那国民党主席替他仇募经费 那他却只说不认账 说他只有七岩募款 只有一千多万 那更别讲了跟郭台铭 那跟郭台铭之间 究竟他有没有说 事先郭台铭参选 没有通知韩国瑜 被他的爱将帕恩旭说 韩国瑜不讲义气 我要请教一下义父了 王金平 多方面受伤 他这场选举 他原来在三三造势的时候 我们看到王金平好大的能量 结果呢 就在韩国瑜的身上 就一一的被消风 看起来王金平才是第一个 可以怪韩国瑜不讲义气的一个兄弟吧 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 政治的环境不是在江湖上论兄到底 政治可以没有兄弟 不讲义气 政治向来讲现实 我想苏培议员也在 所以当初北农的事情 你也知道我的立场 绝对不是站在 反吴英宁的立场 这是论是非的立场 那你今天一定要说 不顾兄弟道义等等的问题 我觉得当然你固然可以这样说 但是 王金平有没有很感慨呀 有吧 你说他不感慨 当然也不可能 但是你说三三大兆是整个的一个作为下来 当然某种程度上 王院选的时候是希望韩国瑜的支持 这当然是有很高的期待 有吧 他还曾经说他做四年 然后韩国瑜在接 连这个话都说出来了 那么赤裸裸 是有很高的期待 就是说你也没有想到说 在二月份之后 就是韩国瑜整个选总统的时候 从二月份就开始 大爆发 整个如火蔓延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一开始也不是韩国瑜主动嘛 那谁主动 就有一些议员说 直接征召韩国瑜开始 那如火蔓延一片下去 议员跟立法委员候选人们 想要趁着韩流来造成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说 那时候在二月一月底 二月初的时候 谁在讨论韩国瑜选总统 那时候所有媒体做民调的时候 总统都是摆朱立伦跟王金平 那时候根本哪有韩国瑜的问题 那还有说是吴主席用韩流卡朱立伦 不是一定有这样说法吗 这不是事实吗 所以啊 就是这种各种不同的原因 造成了韩国瑜 虽然动假成真 我们常说一句话 马英九不希望谁出来选 我想大家都知道答案叫王金平 那吴敦毅不希望谁来选 大家都知道答案是朱立伦 那你在这个结局之下 韩国瑜变成 双方的卡这个政敌 双方就变成一个交集嘛 那刚好就变成一个交集嘛 那刚好韩国瑜 大家都说杀朱王 其实你说吴敦毅 杀朱拔王 吴敦毅想要杀王吗 有吗 其实吴敦毅 其实这样说啦 如果我要杀朱 我不能进入初选程序 万一王跟朱进入初选程序 我动不了啊 所以到最后我要把初选程序给搞掉 我要把朱搞掉 我只好连带的犧牲网 我偶是一定要连带的犧牲网 这是一开始的时候 吴敦毅的做法 那之前一开始 寇敦毅你也不是不知道吗 你跟韩正宜那边的幕僚也三不五十在聊 难道你不知道 吴敦毅的心态就是要卡住朱立伦吗 就是不要朱立伦吗 是是是 然后再跟韩正宜那边眉来眼去 私底下手勾来勾去 你又不是不知道 所以他们当时是共同利益啊 共同的卡住嘛 对嘛对嘛 然后韩正宜也和乐而不为对不对 韩就是这样说啦 反正我没我本来也没想到我选总统嘛 因为有人在拱我也意志也不是很强嘛 结果搞出一个浪潮这么大 你是一般人你是政治人物 当你看到总统府距离你一步之遥的时候 你不会心动 那当然会在场每个人都会心动 浪潮加心动不就变这个样子嘛 这就现实嘛 你要说一句实在话 你说孟凯对总统会不会心动 当然不会吧 因为那个总统府 那个总统府距离我太远了 他现在要先把新北市第一选 觉得立委选 你那个总统府距离我太远了 那个距离我可能总统府都看不到嘛 那韩国瑜现在就站在总统府的门口了 他只插一步就插进去 你说他不会心动 当然 他不会心动怎么可能嘛 所以到底这件事情是弄假成真 还是这个刑事比人强 不管怎样就是在旁边每个人都有布地 吴推力主席那边要卡租 然后有一堆立法委员跟这个其他的政治人物 就是国民党的这些立委参选人 尤其是台北市议员 想要去在初选当中出头 就开始签署連署 就一个剧本里面写一场戏 有的叫幌子 有的叫骗局 有的叫什么全部摆在一起 那他这个叫做 本来就是 你被拱起了 剛好成为一把刀走着走着 好像非你不可要搞成 好像要变成事实的时候 突然又被郭台铭给抢走 要搞出了郭台铭出来 所以为什么你看 三月十八到四月十号 怎么样 哇大家两个眼睛在看 民进党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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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国民党冒出来 结果谁晓得后面 又跑出一个郭台铭出来 然后整个人跑 整个人焦点又回来 国民党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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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里面的空蹄大戏演的 民进党还精彩 但是郭台铭出来之后 韩国瑜才发觉不妙 要赶快回房 要把入场券给抢回来 那在这个时候 王金平就很苦了 我觉得王金平真的是 三生无奈 但是他到中国去祭祖 那祭祖回来会不会怎样 那朱立伦看起来 现在有点被动消极 那最后这场选举 是不是就是郭台铭跟韩国瑜的 相互的民调之争 很多人说很难讲 你看韩国瑜跟乌敦毅碰面 对 下午他们不是去了那个经济论堂 对啊 圆州论堂 我现在真的很怀疑是 马英九是故意表态呢 还是撇清责任 马英九像谁表态 你看郭台铭既然说 我们国家有几个县市 他搞不清楚 十几个二十几个 然后马英九跟他说 跟你们报告 毕国二十二个县市 你就当场看到那个郭台铭脸就垮了 脸就垮了 然后郭台铭在上面有两个人 是马英九的办公室 有两个人在问郭台铭的问题 大家觉得那两个是暗庄嘛 換韩国瑜要想要讲的时候 没有没有现在就是你 还是你要那个有助选员要先讲 你当场有没有看到郭台铭整个在经济论坛的脸色很难看 非常难看 那我就搞不懂 马英九你们国民党演的戏 我真的有点搞不懂 你在办公室把人家拱出来 结果在公开场面又让人家这么难看 这到底在演什么 那一场戏的主角是马英九 结果平白的郭台铭也来了 这个韩国瑜也冒出来了 郭台铭可以跟马英九说 搞清楚我去职押股票给你七千多万 你今天才能办论坛 不是吗 那马英九基金会是他出的钱 所以蓝英那戏还没演完嘛 蓝英那戏的玄妙之处 蓝英那戏很精彩 台面上这两个人 难道最后是真的候选人吗 不一定哦 可是韩国瑜呢 他显然对于总统这个诱惑 是无法抗拒 从他一开始3月11号 他这个 他其实刚才这个义夫讲的 对大概在农历年吧 1月2月的时候 他还没有任何心思 农历年过后 那时候他还帮王金平造势过 对不对 王金平到南部去 那到3月11号 他接受专访说 4月不会领表登记参选 然后会做满4年 可是后来立刻 就这个闹成了一团风暴嘛 就是说他没有讲啊等等 那到3月27号 那很多人就追着他问 从此以后 大家就追问 你要不要选总统 他说老鼠偷脱鞋 大的在后头 这个还没有说明 大的是谁呢 当时大家猜是郭台鞋 果然就是郭台鞋 可是郭台鞋 后面还没有大的呢 不知道 那这个他的五点声明 是郭台鞋被拱出来 做荣誉同志 郭台鞋说我要参选之后 急了 他从美国回来 赶快做了五点声明 结果又得罪了当党 因为他说这个是 他最讨厌的就是 这个权贵 这个政治密室协商 那结果呢 郭台鞋又跟他回马腔说 我也嫌恶这种密室协商 那到4月30号 也就是上个礼拜三的 刚才我们所说的吴韩慧 那吴韩慧呢 出来之后 他的那个四个声明 也很奇怪呢 这个亲皇 他的那个声明 就是人家 就是说你要选就选 不选就不选 那个声明其实蛮软弱的 可是呢 韩粉好像就松了一口气 因为我看到 韩流的支持者的媒体 就趕快下了一个标题 就说 选定了 好高兴 然后 因为那个四点声明 跟五点声明的差别 差在哪里 你知道吗 差别在于 那一个所谓的 开战的这个指令 有没有下下去 因为在他五点声明里面 那个开战的指令下下去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刚讲 政治权贵跟密室协商 当这个字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当天 很多韩粉们的反应是什么 对他们来说 好像跟捡到 这不是捡到墙 那叫捡到大炮 跟捡到大炮一样 所以你同一天 你也看到什么 看到很多我们所谓的大韩粉 就是那种可以上节目的这些 在节目上面 怎样大声疾呼 现在就是选总统的时间 而且讲到什么程度呢 讲到我印象中 那一天 本来一开始你看韩国瑜的讲法是说 不接受现行的那个初选制度 韩国瑜讲法是不接受现行的初选制度 那一天还有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在帮韩国瑜讲说 他是不接受现行的初选制度 换言之 如果改变过的初选制度 搞不好韩国瑜是会接受的 可是那一天的大韩粉 在上节目上面的时候是怎么讲 他直接打脸那一位国民党立法委员 跟他说我们就是要征召 我们不要什么现在的初选制度 然后就说韩国瑜就是不可能按照现行制度选 就只有征召一条路 那一天那一位国民党立法委 做了两三次求给他 结果呢就这样连续被打脸了两三次 同一场节目里面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会发现那一句话 对韩粉来说跟出征的讯号是一样的 可是你会发现最新的四点生命里面 那一句话是不是不见了 而且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我们不是曾经讨论过 那个消失掉的韩国瑜的脸 脸书的那一篇 里面曾经谈到无耻的政客 那个无耻的政客 这一句话如果那个脸书真的po出来 又没有删掉的话 你想想看这对韩粉来说 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出征的讯号 而且还在吴韩会之前 出现这个出征的讯号 因为所有的韩粉一定会问你 之前在韩国瑜所说的无耻的政客指的是谁 因为说的是谁 当然是指他的政治权贵们 那这个政治权贵们 其实讲的是同一批人 所以就变成说对韩粉来说 那一篇如果在吴韩会之前先出来的话 吴韩会也不用谈了 因为攻击的号角已经响起 同志们只要向前冲就好 所以你会发现他赶快在吴韩会之前 把那一天删掉 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所以当吴韩会出来之后 果然你也发现这个攻击的讯号 跟号角不见了 所以这也表示一件事情 韩国瑜后来的声明也接受了什么呢 接受说如果党中央有其他的安排 或是里面也提到一个民调 这个部分他也接受 这个东西才算是对韩粉之间有一个说 我们可以先缓一缓的作用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一个讯号 新讯号之前 表示吴敦亦且然有一些动作 对韩国瑜来说是他可接受的 因为之前演的一大圈的戏 我们看他是浮动的 怎么样浮动的 从一开始你看 从重心拱月到弄假成真 到最后你会发现韩国瑜方面 在喊勿忘我 再来是什么呢 大家在追查 谁到底是那个复兴人 谁是凶手 谁是政治权贵 谁是开枪的人 然后呢 这一段话 你也看到了什么 看到我们看到吴主席方面 一开始一直在释放一些讯息 以慎选为最大考量 我一直都是有照顾你的 我一直都是有帮忙你的 他有四千万中间又冒出来 四千万吴主席是没有讲具体这个数字 那到最后你会发现 这一段的过程里面 我们终于看到的是 发起攻击信号 这个部分 终于消失了 韩粉好像终于可以告一段落 所以他还是很成功 韩国瑜实在好厉害 他可以这样子这个 倒子一吹 这个号角一想 然后这个旗子一一一来 不知道我们节目讨论的观众朋友 可能听清皇刚刚讲 以为他在讲手游 搞得你好像在玩那个什么 不是 韩国瑜确实是如此 清皇的描述蛮好的 清皇的描述还蛮好的 非常接近事实 非常接近事实 就是你看他这样 描述蛮好的 转来转去就是寒流啊 他就跟着他这个韩粉 就跟着他转 然后转到他的目的地 那就有点像他这个五点声明 其实我们曾经形容很像这个 就是下令他的韩粉 以红卫兵的姿态去炮打党中央 结果党中央就已经屈服了 那为什么韩国瑜到 他这个宣布说 吴韩会之后呢 他说我可以被动参选嘛 你们把民调把我放进去就好了 结果呢 之后他的支持他的媒体 立刻就有个民调大赢郭台铭 互比上次郭台铭的两倍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 大家难免会想说 做这个台湾的总统 究竟韩国瑜是不是有 他无法身不由己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跟身不由己的困扰呢 他是不是中共的清点接班人呢 那这个是这个是各界对他的评论呢 那范世平说 北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所以他在招收学生的时候 当然也看中台湾人 他的重点可能不是在你的学术能力 而是你未来在学成之后 你拿到这个学位 你是不是能够在台湾发挥更大的政治动能 那就怀疑他是这个接班人 事实上其实我也读了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 你也是接班人 这个 说不定扣解才是接班人 结果病人 完全没有这个DNA 但是不管怎样 中国当局他们在接收学生的时候 其实他空间非常大的 他不只是要忠于所谓的九二共识 或者说什么统一方向 他各路人马他都有去招生进来 这一点他的统战做得很厉害 但来看博伟你怎么看 台湾其实在这个政治上 我们有一个名词大家比较少谈到 叫社会容器 什么叫社会容器 就是说我们的政治资源 跟我们的这个政治手腕 应该要怎么样的 让台湾越来越有利 比如说最近黄昭顺有提一个这个健保 也可以纳及对岸这个中国的这个长辈 那你就会发现说 我们的容器有没有大到可以去承担 中国大陆这边的人民的这个社会福利 再者像韩国瑜再去提到 这个一国两制 抱歉他可能没有提 以国民党定义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他始终没有他始终没有提到 他要怎么对抗习近平的 仕途和平两制一国统一的九二共识 他当然希望可以扮演这么样一个 中国的代理人的角色 可是我们台湾需要的 并不是中国代理人 而是台湾经纪人 所以这边要先问一下韩国瑜本人 如果他认为抹红是这个抹黑 可以提告 那表示中国很脏脏嘛 那他为什么要去跟中国做生意 这个其实两岸的这个所谓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大陆共和国的这个 这个情节还是存在的 你要怎么证明说 台湾在跟中国做政治协商 甚至是在做这个 国际的地位的谈判的时候 你不会你会你能够保护台湾 避免成为香港的一国两制 而且香港的一国两制 他已经他为什么正常一国两制 就讲一国两制就好 他为什么要讲五十年不变 其实就是五十年之后我要变嘛 甚至说他给一个日期五十年之后 要变一国一制 你韩国瑜如果未来当上总统 这个论述是他必然要去回答 他的这个韩国瑜 他自己到中联办去被民党政府 跟台湾的人士这个痛批之后 他自己在高雄市议会 他有说我摸着心脏说我反对一国两制 而且呢他到美国去 他也在哈佛的演讲里面说 你们看着我的眼睛啊 我的眼睛的灵魂 我反对一国两制 他还说了国防要靠美国 科技靠日本 然后市场靠中国 这个努力靠自己 那国防靠美国 也被这个中国的媒体痛批啊 说他是台独分子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这些人有没有帮他这个 这个平反呢 他的爱国情操是在的啊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对于韩国瑜而言 他跟中国的这个关系 最后在选举里面 或说在初选里面 会怎么样的变化呢 是没有错 因为他现在的问题是说 他有很多不良的言行记录 刚刚讲到一个陆平 孟凯先生很开心 我不知道你多久有去过高雄 五千个天坑是否都亲眼见到 但是我要讲的事情是 我们刚刚在讨论的是 他过去这一狗票讲出来 没做到的事情 我们会怀疑说 你未来在跟中国他们的过程 会不会也是跟我们讲的 我拒绝一国两制 但是我们换一个名词来做 因为他心向祖国 会不会有这个可能性吗 因为毕竟中华民国 他的国土 他还包含着过去 现在所谓中国大陆的地区 我们才有那个空间 去跟对方跳恰恰 在那边我们要一中各表 我们要九二共识 承认一个中国 所以他说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那现在的问题 就是中国的九二共识 他把一国两制 改成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这个诉求会很有号召力 因为他在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是没有错 人进来啊 是 可是我们要知道 一个人有没有信 就是我们去交朋友的时候 我们是看他的信用 而不是看他喊出来的口号 不是他他喊出来说我可以给你 我可以给你安全 我相信我可以给你幸福 难道全世界男生跟女生告白 我会给你幸福的都不规定 都不会离婚吗 这个就是风险 现在问题是中国是一个 过去信用比较评比 不一定那么好的国家 在韩国语选前 选201811月24 选前选后九二共识 被习近平在年初片面更改的时候 他要怎么样去再重新诠释 那个所谓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九二共识 就是台湾或是说中华民国 要怎么样在他们认为 会被中国影响的前提之下 反而去影响习近平 改变他一国两制的决心 跟不放弃武力的前提 这个是他们要去回答的 这个是这个韩国瑜必须面对的 可是要请教浩宇 就是说基本上 因为韩国瑜现在在党内的一个候选人 是叫做郭台铭 郭台铭所面对的中国 对于这个候选人的威胁 比韩国瑜还要严重 因为郭台铭的企业 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这个不动产 跟他的人这个缘 跟他的所有的家当利益 其实都在这个中国的手上 那郭台铭还有面对习近平主席 他的发言毕恭毕敬的镜头 郭台铭还有在全中国 到处都是他的所谓的 一千零三十个共产党支党部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 我要提问的是 当韩国瑜本来被大家认为说 你进了中联办 你对一国两制没有提出 在现场的相当程度的反制 或者说不接受 你回到台湾 那你怎么去说服台湾人 你的中华民国 他曾经在五典声明里面说 他生在中华民国 死在中华民国 这个爱台湾等等 那现在有一个郭台铭在后面 反而对照出他的台湾情 还比较容易被说服 其实在两个礼拜之前 当郭台铭宣布要选总统的时候 我那时候上很多节目 来宾几乎都讲说 那这时候韩国瑜大概完完了 但现在你有觉得韩国瑜完完吗 他又完回来了 他又完回来了 事实上不管是忠实的民调 还是我们绿党私下前两天 有做一份民调 就是国民党内参的一个民调 就是内部的一个对比的民调 其实排序都是一样 就是郭台铭其实已经真的弱掉了 我们做的民调好像 还是韩国瑜第一名 对他只剩下十出头 那他已经慢慢的就变猪王化了 什么叫猪王化 就是只剩个位数这种叫猪王化 那事实上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其实韩国瑜还是相对的强 可是国民党也是有危机的 就是我们发现在做民调的过程中 不表态的民众越来越多 说无法选出答案的越来越多 不支持国民党的越来越多 代表大部分的民众 其实对国民党开始失望了 其实在去年 为什么大家不投给民进党 当然对民进党执政很失望 可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国民党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 他在明年可以拿下他的执政权 可是他却是不断的在内斗 一个 两个 三个 不断的斗来斗去嘛 党内的斗争 不然蔡振元放这个话 不是内斗是什么 这就是内斗 民众很不喜欢看到政党之间的内斗 所以国民党跟民进党都一样啦 也有一个民调是说 当国民党跟民进党在总统初选的内斗 已经表面化 台面化之后 对另外一个候选人 柯文哲 可能是余庸得利的机会嘛 我补充一下 就说今天为什么 就是这段时间 其实大家会看到小鹰稍微上升 其实基层的反应是这样子 因为大家当初支持赖清德的主要的这些老的绿的一些制者 他们是担心说小鹰不会赢啊 所以小鹰如果能够证明他会赢 他就会有优势 可是小鹰跟赖清德都输人家韩国瑜输一大截 也输郭台铭啊 而且在重要时刻都还输柯文哲咧 但是这个要请教这个义夫的是说 王金平喔 那大家都在讨论说 韩国瑜会不会是中共清典的候选人 大家都说郭台铭你糟了 你跟习近平的关系 会是你选中华民国总统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当他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被大家这个批判的体无完复的同时 王金平为什么要去记住啊 王金平为什么急着打中国牌啊 其实这样说 其实大体上大概在12月1月的时候 其实有人就跟王金平提到去大陆的事 就说考虑去大陆了 那当时旁边有过争议了 最后就没有任何的下文了 那后面又有一个大体上跟大陆台办什么也熟的人 又提过一次安排是说去上海了 然后去大学演讲以后就返到福建去记住了 不要上北京 因为北京实在太敏感了 这个时候 那王金平说考虑考虑又没下文了 所以大概去大陆一直是有点疑问的 有疑虑的啦 当然你现阶段大体上就是郭台铭出来跟韩国瑜出来之后 其实某种程度上郭台铭就像大家所说的 他的不论他的资产啊 他的什么 因为大量都在大陆嘛 然后大概前200大的出口的厂商里面 他好像占17个公司占17个公司嘛 所以大家都会有很大的疑虑啦 那当然尤其是他讲了什么 不需要买那个美国武器等等的一些问题 当然大家就认为你是不是太寝宗了嘛 那韩国瑜之后又讲了一些说 国防靠美国啦等等啊 反对一国两制啊等等 其实也让大陆很不高兴嘛 所以在这两个中间之内 我相信其中一个思考就是说去大陆表达维护中华民国的主权 然后呢讲一些大体上可以获得台湾认同的一些话 去创造一些可能获得的声势啊 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是朝这个方向在想 他以前从来没有去过耶 有啦 有去过吗 就他以前当立委的时候有陪他 不是说院长的时候 不是不是陪他太太去看病啦 去大陆的时候看病啦 那个看病的时候也很好玩啊 那时候好像是立院工作会主任还是什么 有党值啦 但是不高啦 他带他老婆去啦 去看医生啦 那回来的时候 人家就拿了一份资料给他看 国安局的资料 去大陆 然后谁接见怎么样怎么样 人家说等一下你跟总统再讲一下 你说总统谁啊 李登辉啊 你跟总统讲一下 他说啊这也没什么啊 我是陪我老婆去看病啊 然后我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那个因为大陆那边 你立委去嘛 他说我也不知道 他们在那边等我啊 你就聊什么 他就说没关系 你去跟总统讲一下 那他就跑去跟总统说 啊这没有啊 他他们我去的时候 他们也不知道 对对我真的有去啊 李登辉说你态度这么坦然 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嘛 他看到的时候 他也不会说我很紧张 我被发现啊 那国安会都会有报告的啊 所以那是也 国安会里面的报告 他见了哪些人 他见了也当然也包括他老婆 带他去看医生 那之后就一直没有去了 他这次去是为了刺激自己的选情吗 他的选举其实很差勘安慰的是 他已经打败朱立伦 跟选举没有关系 因为朱立伦已经变成最后一名 跟选举没关系 现在组个王室中心会去大陆干嘛 之前十二月一月有人 跟他提议去大陆 然后内部意见不一 大概二三月也有人跟他提意见去上海 到大学演讲 现在五月的时候去 也说考虑考虑也没下文 一直到现在突然就说要去大陆嘛 那他去大陆的消息会曝光 基本上我很怀疑是国安单位讲出来的 哦是 国安单位透露给那一家媒体啊 我很怀疑是国安单位 国安单位相关的系统讲出来的 因为礼拜六的时候就有民进党的关系深厚的人 就po了预告说有人要去大陆 有人要去大陆 然后呢 这个里面开会才算出来九十二个人下午 也来都来问都没问过就可以精准写九十二人 哦不是很让人惊讶吗 所以国安单位现在是民进党政府在这个主导啊 那国安单位还是把王金平放成一个政敌吗 我怀疑这个这个东西是外界都还不知道 是一个看似跟政治有点关系 在脸书上面星期六就可以预告有人要去大陆 国民党的候选人有人要去大陆争取 所以你们觉得很奇怪吗 然后这边才算完人数九十二席 那一边的文章就出来九十二集 而且都没有打电话来求证过 哦好所以王金平的这一行 到底对他的政治生涯 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跟冲击 我们值得观察 可是要请教孟凯就是在蓝衣里面 会引起什么样的这个效应 第二就是520之后 吴主席去中国到北京 好像也是在安排当中哦 过去先回应一下寇姐的讲法 过去我们这两岸的一个论坛 一直是有想要规划 也一直确实有吴敦英主席 这边要安排带队 但是因为扣到这个三年的这个总统 副总统的一个这个任期的限制嘛 所以是不是现在有在安排中 我想我没有办法回答 但是我想过去到现在是确实有安排 其实就是说因为三年之后520 大家会推测揣测是说因为520之后 他的三年管齐就解除嘛 所以说是有这样子一个推测啦 但是我回过头来讲一下 就是刚刚不管是王金平院长 包括说我们的朱立伦 我们的韩国约郭台铭 其实现在很柳暗花铭了 两个部分第一 从上礼拜的礼拜三这个吴韩会 礼拜二吴韩会之后 其实陆续礼拜四跟礼拜六也有吴王会跟吴朱会 都已经安排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特别办法 现在中常会提出来之后呢 也是由吴敦英主席 个别跟我们现在表态的总统候选人来做沟通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共识 我觉得这共识最重要的前提就是 一定要有一个办法是可以纳入所有人 然后呢选出最强的母亲 就本周要中常会要通过嘛 就只有民调嘛 所以说我们上礼拜 上礼拜这边全部都已经有 这个陆续的一个沟通啦 所以我想说礼拜四的吴王会 跟礼拜六的吴朱会 那我相信一定都会有非常良好的一个沟通 那再来呢 其实讲到是说 所谓的这个两岸论述 其实大家真的大可不必说扣红帽子 或说这个 让我们所有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会觉得是说他两岸就有什么问题 郭台铭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让各界非常错愕耶 是啊 但是郭台铭有更讲了 他说他这句话也会去讲给习近平跟这个川普听 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就代表是说 他的一个政治信仰跟主张 那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 政治信仰跟主张 两岸论述也一定会是 2020总统大选时候 大家关心的焦点 所以如果说到最后 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的政治信仰 应该是中华民国主权独立 是嘛没有错嘛但是 不应该是有其他的台性转环空间 所以说我现在讲是说 不管到最后出现或没有出现 不管是谁出现 但即使是韩国瑜出现 大家就讲韩国瑜过去的主张 我也在这个节目里面讲过嘛 他的主张还有谁不知道吗 他反一国两制 他支持九二公司 他反台独就这么简单嘛 但是我们现在要请教是说 到2020的时候 总统大选也一定会检视 2016年蔡英文可以用模糊的 维持现状来蒙混过关 但是2020年如果假设真的 民进党还是蔡英文出现的话 他要用什么的论述 还有柯文哲如果说2020出来的时候 只会说两岸一家亲 还是更往独派靠拢 还是更加的统一 我觉得全民一定要用同样的标准 来检视不同的候选人 当然因为国民党 现在是胜选的 几率最大的一个政党 刚才提到的就是 国民党的这几个候选人 特别是 孟凯你说 韩国瑜他有说 他反对一国两制等等 这个是他在台湾说的 他在香港没有说 他在澳门也没有说 深圳 厦门也没有说 而且中国的媒体 从来没有报道过 这一段 那这次才是最大的 他的性格 从头到头都是一样 问题之所在嘛 对不对 而且他去中联办 中联办靠了一国两制的帽子 他也从来没有否认过 说他共同见证 他也没有骂过中联办 他否认了 所以说他讲 他在高雄市议会 他在公开 他在任何的地方都讲 他反一国两制 所以这一点 他没有啊 我尊重你的讲法 他没有啊 但是你就不用再扣这个帽子 我觉得如果今天 就像孟凯 孟凯你看我讲的事情 你可以这么说 你可以这么说 我没有让孟凯 因为你刚才已经 这个论述得非常清楚了 但是孟凯不要讲错误的私讯 韩国瑜并没有在香港 或者是在中联办的前面 说他反对一国两制 没错 事后也没有讲 因为你看像刚刚孟凯 针对我讲的事情 他就很生气 但我没有生气 我们看不到韩国瑜 对中联办的这个新闻稿 非常生气 不过我们刚刚讲 国民党的这个 所有的总统初选的 这个候选人 所有的人的初选之争 我们看到权贵跟权贵 还有权贵跟特权 互相卡来卡去的斗争 但我们看不出来 这些权贵或者是特权 到底要把台湾带到哪里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要人民有钱呢 韩国瑜说的 然后那个郭台铭说 要替年轻人找未来呀 是啊 可是我觉得很好笑 就是刚刚有讲到 黄昭顺在立法院提了一个 要照顾中国的这个配偶的 这个家属的这个 这个这个提案的时候 如果中国可以跟韩国瑜 签53亿的MOU 要来照顾台湾的农民 那为什么中国人不能自己 照顾自己的老人家 必须要由我们的立法委员 去提案说我们要照顾 中国的长辈 所以这些立法委员 最后就撤安全的大乌龙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 另外就是说王金平 为什么要去中国 就是说国民党非常有趣 国民党这些所有的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 都必须要去跟中国 有一些好的关系 好的沟通 去跟他们的台办 有好的关系 但民进党不用 他们全部要 人家是不要跟你们来往 不是不用 不用 起码我们不用跟他说 我们可以告诉他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针对于这个国际联防 在这个区域的政治上面 我们跟美国要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必须要去说明这件事情 或者是跟他们有更好的沟通 但我们不用去跟中国讲 但为什么所有中华民国 我们选州长 跟大陆讲我们选特首 王金平也要去 韩国瑜也要去 郭泰銘也要去 大家都一样 这种这种氛围 其实就是一一二四小英 我再讲一句话 我们根本不需要说 这个人去大陆干什么 不然这边又说要去美国考试 小英去美国考试见的 也不是川普 我觉得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是中华英国 我们中华英国是主权国家 对啊 王金平也是为了选举才去 我们要去美国给人家考试 考试以后才会支持选总统 不是说我们去大陆 去大陆以后回来的时候 我们是选特首 我觉得这是非常妙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选的是 符合台湾利益的总统 不是符合大陆跟美国利益的总统 我觉得应该要跟台湾人民讲清楚 当然就要看台湾人民怎么选择 对啊 一二四的时候 这个韩国瑜 他很清楚地说他是 九二共识的支持者 然后他得到了15万票 那不只是国民党的人啊 包括了这个清明党的主席 宋楚瑜也到中联办啊 也去接受新华社访问啊 还搞得人家这个清明党内的 这个文宣部主任黄森燕都辞职了 总统府都要出来这个 发表一下谈话 那个总统府的资政 都已经备受这个检验了 所以现在这个氛围当中 所谓为年轻人找未来 像郭台铭这样有说服力吗 我觉得郭台铭对年轻人 说服力比较低述的原因 是因为你如果要 现在你能够追据 我仅然比较低远的原因